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李佩萱 在新闻的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CDC今投票一致决定 建议免疫功能低的民众接种第三针 CDC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的决定 是在周四美国FDA批准免疫功能低的民众 需加强注射之后所做出的 CDC拥有最终决定权 在两个机构都同意的情况下 可以立即开始基于免疫功能低的民众 注射第三剂疫苗 福州四教师因新冠引起并发症 24小时内相继去世 从周一晚上到周三早晨 福州部落华德郡四名教师 因新冠并发症而相继去世 相隔时间不超过24小时 教师工会发表声明指出 其中三名老师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至于另一名老师的疫苗接种状态 则无法确认 那周一家长移着孩子确诊 仍送去学校 80人恐接触到病毒 据内华达州的一个学区表示 一名家长在知道孩子核酸检测成阳性后 仍然送孩子上学 导致约80人有确诊风险 校方表示 学生如果已完全接种疫苗 而且没有症状 可以马上返回学校 未接种的学生 则需居家隔离 无天后获得阴性证明且无症状 也可以返校 加州男孩户中游泳后 死于罕见的食脑变形虫 加州特哈马县卫生服务局 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名7岁的男孩被诊断出感染了极其罕见的 福士奈格氏菌 而引发阿米巴脑膜脑炎身亡 福士奈格氏菌是一种常见于湖泊 河流和池塘的单细胞生物 细菌会破坏脑组织 导致脑肪胀和死亡 中天中望 顺利报道